其實我怕剛才自己講得太久 所以我想補充一點 我們近來海貿基層主要權益聯盟 講了一件事就是想講社會房屋 為什麼要講社會房屋又不講公屋呢 是否用個奇奇怪怪的名字出來講呢 是不是我們已經不支持公屋 不支持多建公屋當然不是 只不過我們看到其實在其他的國家裏面 他們都會出現了一種叫做社會房屋 其實你可以叫做社會保障房 有什麼原因我們覺得要講這件事呢 我們看到整個社會比較多在講居屋 因為一定要興建居屋 當然我們看不到一些基層市民 所以基層市民覺得自己賺不到錢 買不到東西是你的問題 但我們覺得房屋或者土地其實是人民的財產 現在無端端的政府歸納是他自己挖去 然後誰想在那裡站一站 站一間屋的就補地價 我們看回其實有少少的原因 就是看到我們沒有可能要政府在那裡自己 你明白嗎 如果靠他做一個房屋供應商的時候 他喜歡供應多少又供應多少 好像現在這樣說給你們聽 15000就15000 15000不知多好 不知為什麼這麼好 總之只有15000不會再多了 問他為什麼不可以多5000個 不用了15000就搞定 我們看到如果我們不去找另外一個的出路 我們看到我們只是單單靠公屋 好像Champ那樣說 牙血都咬起來都不必 即是撕爛了撕死他 他又是慢不慢不好 你現在知道我們的高官多麼聰明 他不用表情 只是相信一套說一段說話 那就不變了 他自己覺得世界不是這樣 你就算怎樣挑動 他都覺得2.9年就上樓 總之15000就一定搞定 3年上樓這種條件 我們覺得這樣是沒有什麼出路 反過來想著 有一段時間都在想著 其實有沒有一種叫 在外國正在推廣社會保障房 其實在香港裏面做不做這件事呢 我們要想一種的社會保障房 可能就好像其他一些 我們都未很著實會怎樣 但初步有個朋友在想著這種房 就是跟一些叫經濟商品房分開的 那個同樣呢 我們不會說因為我們覺得公屋可以 有個需要 或者社會房屋有個需要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個私人市場 是沒有那種的需要 應該會踢倒去 未必是要這樣 但那個可以分開來去講 我們這個社會保障房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條件 就是它是會限制它售賣 今天政府在說5年好 10年也好 給它推入市場 大家覺得紮硬的了 然後不是需要的人就去買這間屋 就是因為賺硬 這個真的是磚頭來的 不是需要來的 我們就會限制它 就是那個唯一的條件 就是限制它的供應 而我們那個對於樓價 因為我們覺得土地就不值錢的 不是錢來的 不應該像香港政府那樣 覺得土地要變成一些政府的資產 我們沒有計算這件事 而去怎樣計算這個房屋的成本 所謂這個社會房屋的成本 我們就在想一個建築成本 其實一個香港的公屋其實是組件 其實它的建築成本不會很高 可能是三四十萬 就是這樣計算 我們會有一個比例數字 想做了可能有一個整個社會房屋 它可能用一個建築成本 再加一些重置成本 再加一些維修基金 就是成為它這間房屋 所謂你住的那間屋 你買入去扣置它那個東西 當然不是說你給了之後 你可以繼續用一個可能銀行 一個mortgage的方法去供的 但是我們有一定的比例 如果你當有一天你真的經濟陷於困境 買不到要賣回這間屋出去的時候 你可以拿回你自己那些的錢 或者你供過的錢 我們可能在說很多東西 不過我們希望這個社會保障房 出現了的存在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減輕了市民用房屋去做一個投機的義務 因為我們真的好像看回這次那裡 現在我們的市民或者在坊間裏面說 抽中這些新高就很划算了 因為抽中了炸眼的了 我們不想房屋真的落到一個景象 就是有需要的人去住 無論租住也好買也好 我們都覺得它是要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而這個房屋的計算應該有一個可負擔能力 如果它真的不接受一個所謂我們現在租住的公屋 它又要去選擇這個社會保障房 而這個定價必然是一個可負擔的能力 不需要剛才這樣說的 究竟它的收入是under三萬元 所以是百五萬到二百萬 我們不是這樣計算 而是剛才我們用我們那種計算方法 也相信我們有一些公屋真的可以騰空出來 放回去給公共房屋可以入住這些私人保障房 而這些私人保障房 我們都可以好像面對到深水埗這邊 我們有個重置成本 一個房屋可能只是維持到四十年 四十年至五十年完成了怎樣 如果我們有了這種權利 我住在這裏的時候 將來我們已經有一個重置成本在這裏 會在旁邊去興建 總之我們自己去同區興建 因為土地不再變成一些被人收賣的地方 我們在那裏興建的時候 重置的時候 那些人可以住在裏面 住在旁邊或者怎樣 我們覺得有這種情況 就是這些房屋 我們做了這個設施之後 在這個社會保障房裏面 就算日後又變成了舊 我們還可以喊到的選擇 我們都是住在同一個區 而不是因為以前 我們現在就算過往 在八九十年代 我們公屋清拆重建 其實它是沒有一個道理 就告訴你圓區安置 有些街坊走出來 爬到牙券都出來了 才可以圓區安置 如果不是大部分 那時候他們不知道在哪裏清拆 就對你去擴展城市 總之是離開你的區 去沒有一個的承擔 但是如果我們這次 就是大家圈地這樣 我們又反過來 我們圈了一個社會保障房 我們希望在這裏的時候 這個屋就算日後 因為殘舊而去清拆的時候 它都可以同區去建造這件事 因為社會對於有一個社會保障房 這種政策 以致到我們會看到 這種政策可以延續 而不是需要被政府一掃過擒 因為就算現在在公屋裏面 就算我們幾個都依賴公屋 如果要清拆要重建或者被人驅趕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去告訴政府 我們有個權 因為你是公屋 你租住 你永遠在一個很弱勢的位置 但是我覺得 反過來我們說 有個社會保障房的政策裏面 就算要清拆或者要有些什麼改變的時候 它也都仍然是擺第二個的社會保障房 我們覺得在社會保障房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那個自主性強 今天在一些公屋裏面 我剛才告訴大家 我們有些新的公屋那些街坊 搬上了新樓之後 它是除了沒有了一種居民性之外 因為大家互不相識 互不相識 互不相見 但是呢 還要是因為 它現在將它外判了給一些管理公司 他們真是說很騷擾的 只要它一個月不交租 他們很快就夜晚無論任何時刻 爬上門 為什麼你會交不到租 很熱心 為什麼交不到租 你是不是應該要申請縱門 各樣東西 是很繁擾 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景象 所以就說我們希望 會想一套另一套的房屋政策 不單止給政府再有一個論述 房屋只是給最有需要的人 你未落到最低層 你未在一些貧民裏面 你不應該住公屋 我們想有社會保障房 雖然可能 Champ可能你覺得 你又在說買 但是不是 我們想說一件事 我們市民在房屋的政策裏面 或者房屋的興建 這套的論述裏面 市民的需要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論述的位置 如果不是 我們盡是 跟我們講公屋 政府一直 這麼多年 50年都在講一套說話 給有需要的人 沒有需要的人 你自己想想你需要不需要 你又需要 你富戶不需要 你有錢少少 你民不需要 你子女民不應該繼承 它有很多的東西 如果在這套的論述裏面 我們好像走不掉 所以我們都在想用另一個框框 框回去 我們怎樣去為一些 我們自己幾層市民 爭取在一個房屋 那裏面 我們有自己的發聲權和主動權 這件事雖然包括我們 我們將它的房屋這個類型 公屋這個類型 或者資助房屋這件事 我們想有些改寫 有些重建 令到重構 重新結構 令到我們希望 基層市民 或者我們可以對於房屋 有比較多的論述權利 這樣 這是我們自己很希望 在這段時間裏面 再重新去 可以去思考到 或者令到整個社會 可以想一下 社會的保障房 這件事 好過說新居屋 或者怎樣去 將房屋商品化 除了不用房屋商品化 我們有沒有重新的另一個方向 令到我們多些的主導權 這是我們近來的思考的東西 謝謝大家